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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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启用仪式上邀请了市长谢国良 两支橄榄球队伍学生一起开球 校长和教练们都期待 孩子们将来训练 除了更安全之外 球技能够更精进 基层或者是中阶二阶的训练的环境里面 这个场地算是已经算蛮不错的 而且这种场地也是蛮符合我们现在 基隆市所需要的规范 因为它第一它安全 第二它我们这边经常下雨 那它这个排水听说也做得蛮不错的 那这是一个标准的手球场地跟五人制的足球场 所以在推广手球跟足球方面也都非常适合 那加上我们旁边有两个排球场 所以我们整个运动设施规发的非常完善 这个也非常谢谢市府跟教育处给予经费的一些补助 相对于以往压克力或是硬质的材质 那因为橄榄球的部分会有更多的摔跟扑跟跌倒的一个可能 所以在这一个人工草皮的部分它排水比较好 会比天然草皮因为它就比较不会有凹洞不会泥腻 所以他们在练习上就是任何时间只要下过雨后 其实就可以使用 春晚中橄榄球队成绩优异 德国小橄榄球队在今年的全国橄榄球锦标赛 国小代式混合组获得了冠军 八年内拿下三座冠军 德国小也将今年的冠军奖杯献给市长谢国良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接下来又带你来看五人国中推广天文教育 将原本普通的走狼赋予全新的天文意下 打造成一条充满天文元素的天文狼道 春夏秋冬的四季星空究竟是什么模样呢 这里是狮子座 可以看到春天的大镰刀在这 然后这个是狮子座的尾巴 又叫做五地座一 然后这个是轩辕十四 十四十三十二十一十九 这是狮子座 那比较难看到的晚上比较难看到的是这个 这个是巨蟹座 每颗星星的位置都保证其正确性 四季星空也都用不同颜色的灯泡展现 老师教导学生辨识星座 不只方便而且趣味十足 这个地方是摩羯座 12到1月这摩羯座 摩羯座完之后就是1月份到2月份的水平座 走廊两面墙化身成星空 校长笑着说就是让学生不用上荷欢山 就能看见浩瀚的星空 我们希望学生不用去荷欢山 也可以看到荷欢山的样子 所以花了一些时间做这件事情 然后这都老师自己把资讯提供给这个厂商 然后他帮我们输出 我觉得最特别的是这个点点 不是说你想要怎么画就可以怎么画 它其实就是很精确 你看到的哪一点就是在哪一点 精准的星座位置 连天花板的灯泡都巧妙排出北斗七星 猎户星座等星象 天文廊道还特别模拟了月亮的每日变化 让学子可以随时观察月球的不同面向 把我们学校过去这些年来 这十几年来的天文成果 慢慢的放到上面来 同时也要有一点教育的意义在 所以就会在我们的这个天文走廊 就先设计了一个12星座的展区 我们也设计了尽量白天可以看得到的 天文的东西就是月亮跟太阳 所以我们把月亮跟太阳 特别放了一个比较大的重点在这个地方 就是万一小朋友想看 想要学生想看 他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看到月亮 可以看到太阳 那只要到我们四楼的那个大平台 抬头往上看 就可以看到 验证到我们这些东西在这里 不少学生说 每个季节都设有特别的开关 透过不同颜色的灯泡 认识不同星座的形状和位置 还可以循环复习 这里就是能在白天 然后又可以在学校园这个空间 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些星座 然后老师也可以用这个来上课 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 我们很少接触到天文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 如果展出这个 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更了解星座的 我觉得学校达到这个让我感受人生 之前有自己去和欢山那边看过 差不多 我觉得能在学校就看到星空的感觉 真的很特别 然后因为我们学校的主题是天文 所以老师为了让我们晚上不用留下 用望远镜看 就在走廊上创了一个给我们 有一些地科科的内容 在旁边也有很清楚的表示 那因为图片都是放大的 那也有很清楚的 就是说明说那例如说 月亮的星象啊或是太阳 都有很清楚的表明出来 那就会让我们比较好的去理解 那个课程的内容 天文教育触手可及 十二星座半左右 不用去和欢山 就可以不断复习星象知识 更能激发学生学习天文的浓厚兴趣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母亲节前夕七堵驱公所 办理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表扬21位模范母亲 母亲节快到了 七堵驱公所特地办理 113年度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表扬个礼及原住民 总共21位模范母亲 包括代表基隆市长 谢国良出席的副市长邱佩玲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副议长杨秀玉 以及议员张耿辉 蔡旺莲 曾宜芳 陈明健 区长冯吉安和里长们 除了一起表扬模范母亲 也向所有辛苦付出的妈妈们 致上最高敬意和谢意 特别是副市长邱佩玲 本身就是四个孩子的妈 最能感受母亲的辛苦和伟大 几个你们有害喜 当时怀孕的时候 都害喜 害得一塌糊涂 我当时连 我们一早是我很好的合作伙伴 每次我在一早旁边 都闻到她的香水味 我当时闻到香水味 都会很不舒服的 而事实上我当时都要擦香水 所以从怀孕的开始那一天 就开始不舒服 到最后要生的时候 各位跟我感想是一定要 连翻身都有困难 生完之后 生产的过程 我第一胎是男产 所以我是剖腹财 我痛了三天才生出来 每个人都说 做妈妈的生小孩 是在鬼门关当中走了一圈 非常危险 我当时要不是现在科技进步 我可以剖腹 我可能现在也不会站在这里 跟大家说吧 所以可以体调 妈妈的辛苦跟伟大 激动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也感恩母爱的伟大 强调如果没有爱她 照顾她的妈妈 也就没有今天的议长童子伟 每一位妈妈都非常的伟大 我们每一个人 也都是我们妈妈培养出来的 无论多辛苦 我想妈妈都很幸福地 照顾每一个小孩 刚刚副事长在讲 又让我想起了 我妈妈真的对我也真的是 无为不至地照顾 以前在读书的时候 超过九点没回家 会在楼下等 真的如果没有妈妈的话 大概也没有现在的我们 所以母亲节 五月是一个非常感恩的月份 所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情 来跟我们所有最美丽的妈妈们 说一声感谢 也胜上最高的敬意跟祝福 基隆市七堵区113年度 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在七堵国小举行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副议长杨秀玉 以及议员张耿辉 蔡旺莲 曾宜芳 陈明健和里长们 都亲自祝贺 献上祝福 温馨合照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另外暖暖区公所也办理模范母亲表扬 共14位模范母亲获奖 庆祝母亲节 暖暖区公所特地办理 113年度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表扬各礼及原住民总共14位模范母亲 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以及议员连恩典 林敏勋 陈明健 市议员陈冠宇服务处助理 柯景翰 立委林佩祥特助陈宇璇 市政府盛会处副处长盛会中 和暖暖区长陈鲁东 以及里长们 除了一起表扬模范母亲 也向所有辛苦付出的妈妈们 致上最高敬意和谢意 我妈妈 我的岳母 我的太太 她们都很辛苦 尤其是我太太 最近要对她讲话要温柔一点 因为是母亲姐是五岳 五岳她是大岳 我是小岳 那所以呢 就是要谢谢大家 因为你们平常的辛劳 才让家庭变得更完整 然后更美满 因为你们长时间 努力奉献在这个家 那我觉得有您的这个推动 可以让基隆市 就让我想要里面 就是更有爱 更温馨 更圆满 所以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妈妈们 五岳母亲节 是一整年度 最感恩的一个月份 那我们谢谢 每一位妈妈 长期为家庭的付出 每一个小孩子 也都是妈妈 寒心如福待大 每一个小孩子都是妈妈手心中的抱 代表就是一位来祝福了每一位妈妈 永远都健康美丽 那你们的小朋友 儿子女儿都健康平安 每一个妈妈所付出的 每一个家庭的感受都不一样 那但是你们都做了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孩子养大 然后把老公照顾好 那这些对我们的社会 对我们这些的家庭来讲 都是不可缺 在经历过 这个三年多以来 这个这么辛苦的疫情的情况之下呢 那这个事情健康是更加不容易 不只是天天快乐而已 我们就要说每一位 等活换母亲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保隽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亲友们 大家都可以身体健康的过每一天 然后最后不只是母亲姐要快乐 然后天天都要快乐 祝福我们所有的妈妈 天天都快乐 身体要健康 家庭和乐 也祝福今天的活动顺利圆满 因为妈妈 由你们一家 才会有所有的支柱 你们影响了所有孩子 所有的家庭 所以妈妈我再说一声 妈妈我爱你们 谢谢 因为我家里的关系 就从小看着妈妈 很辛苦的工作 对然后 所以妈妈过得快乐 大家都快乐 对啊 那个 也在祠祝福 就是身兼母子的一些 身兼母子的一些父亲啊 还有这个新著名的妈妈 大家都母亲年快乐 暖暖区113年度 模范母亲表扬活动 在定祥李明活动中心举行 基隆市长谢国良 基隆市议会议长 童子伟 以及议员连恩典 林敏勋 陈明健 市议员陈冠宇服务处助理 柯景汉 立委林佩祥特助 陈雨璇 社会处副处长 盛会中和暖暖区长 陈鲁东和里长们 祝贺也献上祝福 温馨合照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这里来看2007年 落成启用的仁爱区行政大楼 最近被民众投诉 这个地下停车场荒废多年 扑面是坑坑巴巴 还有漏水 管线外漏问题 希望市府能够重视 来到仁爱区行政大楼 地下停车场 沿路坑坑巴巴 到处残破不堪 上面都结满了蜘蛛丝 而且灰尘什么都还黏在蜘蛛丝上面 地面的这一个部分是破损的 停车阁上方布满蜘蛛灰尘 天花板严重漏水 竟然制作简易的塑胶浪板接水 抽风系统也没有在运作 连楼梯间墙面也大面积泛黄 都没有变啦 上面都是蜘蛛黄 还是什么脏的要命 还有蚊子都会掉得满车子都是 B1游泳池在漏水 所以导致停车场下面很湿 一直都这样 这样停了多久了 我来四年啦至少没有变啦 很多民众说他们车子停 不晓得这个停车的一个 停车场的状况 所以他们下来停 下来停之后发现啊糟糕 怎么是这么 这么糟糕的一个场地 所以当他们要再回来取车的时候 其实他们心里是害怕的 阳海区新郑大楼地下停车场 大约有130个停车位 111年重新签约 停车费从原本包月2600涨到2900 让民众不满 指控停车场环境有待改善 你这一步做这几个? 这第三楼 第三楼 多少? 2千九 2千九 你原本2千三 2千三 那十几年了 有关于停车费上包月部分 因为我们基隆市本身有定一个 停车场的收费办法 那它的上限值大概是3600 目前我们在跟厂商打的合约 包月部分是2900 所以应该是有考虑到一些折扣 还有便秘的部分 所以并没有1月3600 至于民众所反映说 例年之前要有2600 这个部分到2900 我想因为有些是 有些物调指数 还有这个我们都必须考虑进去 它诉求主要是两个部分 一个它大概是认为 我们人爱的停车场大概是比较 環境上有一些欠缺 需要再改进 另外就是针对设施的部分 主要因为人爱停车场从96年开放 开始从到现在已经开放18年了 18年 那其实18年的时间上 有些设备确实也老旧 那市政府现在也正在积极在规划 看可不可以再来做一个改善 但是因为目前还有一些游泳池的部分 需要再做一个配合 那后续等到这个部分做个高的段落 那我们这边会来做一个设备改善 让民众有一个好的停车空间 针对包月费用调长 及环境卫生有待改善 市政府管理单位强调 目前收费并没有超过收费上限 而设备老旧 业者已澄清 都有派人定期打扫 但按于大楼还有诉讼的案件 因此无法全面改善 不是我们不做 因为那个官司的问题还没 官司还在诉讼中 我们还不能做 市政府也不同意我们做 我们没办法做 那打扫我每个礼拜 每天差不多两三天都会去 每天都有在行 停车场业者说 会建议做好环境维护 而市政府强调 政绩及规划更新 维修该停车场 等待大楼漏水相关诉讼案件 站告一段落之后 就会立即处理 记者 黄少民进用报导 哇 对面那座山也太有型了吧 真的耶 闪电头发型耶 他们如果没有先向政府申请就开挖 被天眼照到就惨了 天眼 就是天上的卫星 卫星可以拍到的范围 可是又大又清楚 而且一个月还回传好几次照片呢 任何人看到山坡第一次违规 都可以主动通报 基隆市山坡地疑似开挖整地 请通报02-2422-3339 由于改装车夜晚横行噪音老民 引起许多民怨 你的声音我们听到了 未杜绝契机车 改装车 扰人的噪音 环保局2月1日起将加重处罚 罚款提高 采储金额从白天3000 调升到6000 夜间6000 调升到12000 依次加重处罚 全国最重 环保局将严格取缔 加强执法 请无释法 噪音打乱生活 消除噪音的困扰 打击不法的改装车 我们向噪音说不 吉隆慈云寺 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一律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都请买了那就随便请好了 神转你这样停车违规 行车停泛合法骑游停车空间 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行 拍手 拍手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 禁止停车 即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 杂物 盆栽 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 能够方便同行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吉隆新二路停车场 每到假日人潮多 停车位更是难求 造成一二路回堵 被民众抱怨是强迫违规 不然就是要绕道才能回到家 一到假日 新二路上车槽相当多 车位更是一位难求 警方在现场管制 放上三角锥 排队车辆很有秩序 不过每到假日 新二路上的外车道 就被右转进入停车场 车辆直接占用 民众想要往新二路 根本无法右转 否则就会吃上罚单 可以看到我们右侧的车道 全部都是我们停车场 进入了这个车辆平等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在主车的车道 它本来是磁线 所以变成了 我们在第二路的车辆 如果要右转新二路的话 基本上 现在来说的话 全部都违规 金融知名的庙口夜市 每逢假日 就会有许多的外地游客 附近新二路上的立体停车场 总会出现长长的车队 甚至会排到一二路上 后面车子 他去照理说 你是违规了 你这个直途 怎么可以转过去违规 许多民众不满被开单 因此投诉 市政府人员和议员 当地里长到场会刊 希望能够协调出解方 假日的时候就变成说 是我右边都是往那个停车场 然后左边的车道 我要回信义区 我变成只能绕一大圈 再靠一大圈 才能回信义区 你假日右侧车道管制 那你左侧车道变成说 大家的驾驶人一定是右转回家 那变成说他也没办法右转回家 我们这边其实也有请那个 停车场这边 有请逸交 我们来帮忙职会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 去慢慢去了解 然后要怎么去做改善的 经过研商 市政府交通处 在一二路上架设告示牌 让右侧车道弹性管制 而左侧车道开放右转 虽然之前被检举的罚单 无法撤销 但未来也能够避免民众 因为违规右转挨罚 记者黄壮明基隆报道 创世基金会基隆分院 为了要筹措植物人的经费 推出了美食电影套券 邀请善心人士一起看电影 还推出了母亲节的蛋糕 及常年热卖的商品 欢迎民众做爱心 帮助植物人 我们花莲今年呢 就是有在筹备 要接任这一块 希望他能够离家来更近一点 因为阿嬷年纪越来越大了 出一趟远门真的不太容易 而且他们住外面都要花钱 创世基金会 推出了美食电影票券 邀请三星人士一起观看电影 不管是大朋友 还是小朋友 都很兴奋 电影院外 摆放热卖的一卖商品 有爆米花 临时饼干 因应即将到来的母亲节 创世也推出了多款蛋糕 开放民众认购 那我们在五月份呢 有推出了就是 母亲节的蛋糕的预购的部分 还有果冻的部分 那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帮忙 就是帮助基隆院 植物人常年的安养经费的部分 那也会果冻 那蛋糕的话有三款 那果冻有两款的部分 创世基隆分院 目前安养45位植物人 每个人每月照顾经费 大约4到6万元 受到今年来 各界的捐款金额逐渐下降 呼吁三星人士一起认购 做爱心 帮助植物人 记者 黄绍明基隆报导 会送去哪里 再带来看 市议员张耿辉 在母亲节前夕 专程制赠 可爱又实用的毛巾熊 给许多平凡 却伟大的妈妈们 并呼吁市民好好陪伴 及及时行效 七堵区六堵里长于良盛 用办理采接游行圆游会的方式 来庆祝母亲节 天公作美 吸引许多大小朋友们 沿途观看参加 包括基隆市政府社会处 副处长盛慧忠等人 都受邀前来感受 热闹的母亲节 由于母亲节即将到来 七堵区各里 几乎都在举办不同形式的 母亲节庆祝活动 不管是六堵里的 母亲节采接活动 还是常心里的 原住民母亲节活动 或是正光里举办的 母亲节自强活动等等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都专程到现场 制证五种颜色 可爱又实用的毛巾熊 给许多平凡却伟大的妈妈们 感恩母爱的伟大 首先在那边感谢 我服务团队的用心 精心的设计 也跟以往一般的母亲节 除了我们送的抗癌精 不管是塑胶也好 还是鲜化也好 都以往不同 那这一支他们也很用心的 在设计这个款式 而且非常使用 除了平常 它可以装饰 吊饰用之外 我们把它拆开的话 还有可以当毛巾 抹布用 我想真的是非常用心 也在此 在母亲节前夕 我等会多跟服务团队 到我们 是要有活动里面 有活动的地方 还是社团的地方 我们都会花 而且这一支 那精品的话 这些小礼物 数量有限 在这边感到抱歉 那么我们花往为止 而想起自己 已经过世的双亲 访问到一半 张耿辉忍不住哽咽 呼吁市民好朋友 要把握 双亲在世的时间 好好陪伴 及时行销 我耿辉的双亲 在多年前 已经都不在世了 但是没到这个节日的话 总之以满满的感恩 感恩爽亲 在这个假节当中 一定会感念父母亲 然后同时我在这边也不意 不管是在外游子也好 还是身边的 现在有父母亲在的话 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把握当下 好好的孝顺他们 也抱他们养育之恩 尤其今天 耿辉能够站在今天的舞台 更要感谢 除了我们一些家人家属 还有朋友 还有一些支持者的支持之外 更重要的话 有父母亲把我生下来 养育我 才有今天的舞台 谢谢 张耿辉也祝福所有的妈妈们 母亲节健康快乐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收到什么 真的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